你好 我是许耀云 新闻首先要带您来关系 是在国道发生了死亡车祸 时间就在昨天深夜11点多 地点是在国道1号南下苗栗 愁乌路段 当时有辆大货车疑似是因为疲劳驾驶 就追撞前方小货车 小货车被撞之后侧翻 想到后方又有第三台小客货车 刹车不急直接撞上 这一撞导致小货车里面的夫妻挡 双双抛飞 其中先生当场不治 至于太太则是轻伤送医 那么根据了解夫妻俩 当时是在夜市摆摊完要返家 想不到碰上了死亡车祸 国道发生惊悚车祸 现场物品散落一地 由大货车追撞小货车 大货车车头毁损 小货车则是车体严重凹陷 而小货车厂44岁流行男驾驶 当场抛飞车外失去生命迹象 副驾驶座的太太也遭抛飞 全身是伤 倒在国道上头惊魂未定 这起重大车祸 发生在29号深夜11点多 地点就在国道1号 南下苗栗头铺路段 警方表示 当时行驶在国道外侧的大货车 疑似疲劳驾驶 从后方擦撞上 开在前方的小货车 小货车遭撞后瞬间侧翻 后方令台自小客货车 反应不及撞上 因为导致小货车上夫妻挡 双双抛飞车外 而事后第四台小客车 要撞上国道掉落物车祸 酿死车追撞 我撞到车之后倒在路中间 然后一台小 就是这小客车在撞到货车 车祸之后发现小货车凹陷车体上 还卡着鱿鱼等食材 原来车上的夫妻党 当晚是到苗栗三弯夜市 摆摊卖烧好 没想到烧摊之后 要返回公馆住家途中 竟碰上死亡车祸 客班的时候人要跑出来的时候 刚好又被这一台车去撞到 所以他那时候才会被抛出车外 所以说人才说被抛出车外 而国道四车追撞 两一死一伤 出不了解四车驾驶都没有酒驾 至于真正造势原因 人带警方进一步厘清 介鹏光许苗栗报道 看到就是昨天为您报导 说在屏東县高处 向一名抽伤女店员 遭到了一名精神不稳定的男子攻击 导致这名女店员双眼重伤 经过手术治疗 恐怕是有失明之举 那么这起事件发生之后 由于这名嫌犯过去曾经多次攻击民众 村民身陷恐惧 也因此现在发起了联署 希望司法可以从众量刑 同时他们也希望 不要把嫌犯放出来 再度危害地方 高速箱西南村长发起联署 要求对超乡女店员施暴的嫌犯 从众量刑 原本计划挨家挨户一一说明 结果村民陆陆续续 主动报道签下名字 嫌犯曾经几度攻击无辜村民 强制送医后不久就出院 他曾经自称有政府保护 关几个新旗就能出来 成了地方上公认的公害 事实上因为他的精神状况 裁定监护处分 最长也只能收治五年 无辜的操商女店员 因为规劝嫌犯戴口罩 被强压攻击长达八分钟 导致鼻梁断裂 双眼重创流下血泪 因为视网膜剥落 恐怕有失明之余 也留下永久的后遗症 女店员仍在医院持续接受治疗 依旧深陷恐惧中 嫌犯家人却双手一摊 表明无力赔偿 事发的超商外也设立联署站 民众也纷纷签署 表达他们的心声 希望司法严惩 证明无法掌控的嫌犯 还被害人公道 也让村民早日摆脱恐惧 记者林安平屏中报导